第九場,三班跑千四 這場熱門指轉養戰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看到4.4.3是WINPAY的賠率 再在右上角的時間,可以看到BALLE的情況 按進去之後,刷新 見到4匹黃色指選了的碼 然後,刷新顯示導人位置 再拉下一點,紅色格的就是選擇的WINPAY 可以即時一目瞭然看到自己選擇的WINPAY 連贏位置Q,他們的賠率如何 不用在這麼多格的範圍裡瞞摸摸 看不到自己選擇的WINPAY 而這場,想不到現在會有29倍WIN的疾風勁草 是會這麼懶 上一次賽前,在入閘前 都落飛落到5.1倍 我自己也給了一個留言 先來,我給了綠色 即是今次會看得好 因為上次直路,他就捱入了內蘭 亦虧了下路偏差 而我們看看馬會評語 這裡也能看到 匹馬去到500米的時間,受到吹刷 但是,這隻馬就脫口 開始墮退 整匹馬似乎是上一次表現失敗了 所以你看到他在彎位好像好地地 但入到直路呢 這裡是過500米的時間 這隻馬好像就知道不太聽勢 騎下去有些沒什麼反應 還要下雨去到尾段場次 他在內蘭裡更加不會衝得好 所以外面的大眾歡呼,蒙古王 這些馬就可以排中而上 上一場的疾風勁草可以抹出他 今次換人,繼續入到內蘭 如果上一次初出 你會覺得他有些機會 或者有識知識的機會 他反轉窗頭 變回29倍,小心他回馬窗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一搏 而四日馬以戰養戰 畢竟今次都要加上的變數 幸好上一場跟著大俠士放頭 加上下雨 可以反映這匹馬的氣量不太差 因為回來他逐步有追上來 但他的轉景沒有英知聲那麼強 所以在羅富泉的角度 上次衝下去今次的加程是對的 而且上次賽前也有說 這批二轉養戰抬腳比較高 所以他排外擋慢慢游來 會對這批馬的走規有幫助 今次雷神騎回他 上一次本身是雷神跑的 因為不舒服 所以換了思雀風 馬都交出表現 希望雷神再跑之後會幫到馬 而十三馬天生一隊 似乎跑田草會比較適合 因為他過往跑幾隻谷草轉兩個彎 一般的1650回來也不太好 反而跑短途他肯追一下 看看上一場他在谷草 跟著快步速入直路 理應他可以移出中檔 但他篩了內檔 一個稍稍不利的場地 而這一組的旅遊首席 路路通 安城這些載出都可以 對,明月光最近的星期三表現一般 但全程和走位都似乎未是箭頭所在 但天生一隊都可以跟進 而天生一隊在內蘭裡有捐上來 如果跑到尾段的場次內檔都不吃虧的話 這隻天生一隊 我覺得今次回田草會有些可以變身的味道 而第四選就是進飛羊和超新星 我選擇 超新星上一場賺了快步速 但直路走外擋也不太有利 追回第三 但這次已經連場有些血和問題 今次要揹到頂磅狗檔 他不是太過冷門後 我又有些擔心 不如博著有些變身味道的進飛羊 他上次在直路 他亦在二戰仰戰那場二八八有份跑 直路內衝得不太順 拉斯瘦了少許 再捐入一個不利的情況 這支馬同副馬有一隻的永益線 都是跑到中距離 今次因為潘頓而停賽 而換了蝕音 換了陪勒 我覺得這隻的伴侬們 是可以留意酒水 兼防他今場有得跑得好 因為這組大部份的馬 是有點無把握各有缺點的場合 所以傾向伯拉門比較合適 所以在第九場 波者架有疾風勁草 四有耳箭養箭 十三天生一隊 和佛露的進飛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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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拾 3 4